我穿在旁邊 每一把色水看起來都很漂亮 就只有畫的一樣 不過其實這些都都是用花布一片一片打出來 顏色我怎麼畫 可能是我的技巧還有我 我要的顏色我都覺得 我沒辦法畫得那麼艷麗那麼漂亮 做出來之後我自己覺得這個真的是值得留下來 它的顏色真的是可以保存 然後我再拿去表框看看 那表起來之後呢放在家裡 朋友來都覺得很漂亮都以為是用畫的 那因此這樣子我去申請專利 因為已經加以花布上面的墨丹和色水 不過黃秀琳自己圍不出來 經過很多次的企業 將花布特別處理過 就能用來創造 那我覺得這個牡丹是我想要的 那我就買回來試做看看 然後但是一般的布它是沒有這個 立體感跟它的亮度跟韻度的 然後一般的布剪下來會有那個棉絮 會鬚鬚的這樣 那後來我再跟店家商量 再經過一層特殊處理之後 還可以增加它的亮度鮮折跟韻度 所以我就開始左手去做 經過特殊處理的迴報 畢竟一般的布料 蟹菜更加美麗鴨膜 而且比較不會垃圾 補準上也比較方便 就像說的很鮮活 然後就是有點立體感 還蠻漂亮的 很特別 看起來像用畫的 對 看起來像用畫的 成我要的一個樣貌 花帽展現更立體 對 感覺更鮮活 它不是說原來一塊布取下來就是這個樣子 每一股都不一樣 因為每一塊花帽的花園 都沒什麼收工 加上經過不少人的個人創作 這每一百度都是 都沒有其他創作 記者大家連 查鳳報導